首先呢 我先 RuneIn到 那個Outdoor的位置 或者是RuneIn到 Buffer的位置 Buffer的多少範圍內 才要看到 Buffer 你可以用幾種方式來設定 一種是你先參考一下 上面的比例詞 比例詞的數字有點醜 很亂 那你就可以故意用一下 FixRuneInRuneOut 來控制一下 讓它的數字好看一點 那假設是 這個是 8千萬 8千萬比1的數字下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在這一個Buffer的這邊 按右鍵 按Property 我對這個Buffer 準備要去設定這個ScaleRange 這個ScaleRange 可以設在哪裡 在這個General這邊 然後你可以把 ScaleRange 這個地方 下面 Don't show Layer Fan Runded 然後你可以直接把這個貼上去 Out 把它貼上去 它是MiniMask Scale 按確定 好像也沒什麼事情 這時候我就按ForwardExtend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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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ForwardExtend ScaleRange的功能 然後我再放大 有跑出來了 只要進入到比例詞 的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來 那你可以再玩一下 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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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跑出來 那這個很適合用在 很多圖層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電腦的那個 Range CPU 有限 對不對 那你 後面要它一次 Display出來 你會發出你的電腦 有點慢 那你就可以透過 這樣ScaleRange的設定 增加你的 Performance